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家的房子里有欢笑 有激动 也有慌乱 对于小不点儿来说 今天是上学的第一天 孩子们涌进厨房 牛奶 美味的黄油面包 快点快点 不能吃到 可真是个大队伍 魅特爸爸和妈妈把孩子们全部检查了一遍 你吃好了吗 你的浅蓝色的帽子在哪儿 上课不要再吃零食了 你的衬衫穿反了 小不点儿拎着他轻飘飘的书包 看着手忙脚乱的一家人 他走到了大哥身边 轻轻地说 我的书包扁扁的 太可怜了 你的装得那么满 给我一支你的铅笔 让我画几幅漂亮的画吧 哦 不行 现在我很急 而且这些都是我的 说着就一溜烟地穿过了花园 小不点儿又跟在大姐身后说 亲爱的大姐 我的书包扁扁的 很可怜 你的装得那么满 给我一个你的大本子 写字母吧 哦 我亲爱的小不点儿 你先学唱歌和跳舞吧 随后他一边推门 一边喊道 嗨 大家晚上见 沮丧的小不点儿试图找其他的姐姐们 要个橡皮或者记号笔什么的 可是什么也没要到 没过几分钟 哥哥 姐姐们就都出门了 贝特爸爸妈妈稍微松了一口气 唉 哈哈 现在我们只要照顾我们的小宝贝了 今天是你第一天上学 我们会陪你一起去的 在去学校的路上 小不点儿紧紧地握着爸爸妈妈的手 不停地问着 老师 会很和蔼吗 学校有多大呀 学校里会有多少男孩 多少女孩呢 越靠近学校 小不点儿就越害怕 突然 一抹微笑扶上了他的脸庞 因为他的哥哥 姐姐们在等着他 他们站在学校门口一起喊着 小不点儿加油 我们所有人都和你在一起 我们爱你 我们爱你 然后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往小不点儿扁扁的书包里塞进了画图用的铅笔 橡皮 记号笔 还有一个写着A B C的大本子 零 上课时间到了 小不点儿这下放心了 老师看上去很和善 他一边往里走 一边大叫着 拜 晚上见 亲爱的爸爸 妈妈 哥哥 姐姐们 哟哟 �哟哟 字幕总得 Om Z mission的关系 台并不坚除 景元术小不抚 感谢观看